打一哥朱之文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,喜欢唱歌,因为唱歌,上了心慌大到从此一套而红,就是这样一位朴素的农民歌手,在成名之后,先后给村民羞辱,带动村民致富,但即使做了这么多,还是被人所误解,真的不容易。 如今的朱之文不再是以前的相似形象了,现在的通告多,经常会接到很多伤眼,重要的是,虽然比不上一些明星,但是依然会有很多人保护朱之文,这排场,相信很多农村人是没有体会过的吧。 成名后的朱之文,生活品质高了,受伤也阔绰了,据爆料,前段时间去银行办业务,无意中透露了自己的存款,竟然高达千万。 对于普通人来说,真的是一倍多多赚不到这么多钱,一个普普通通的明星就能赚这么多钱,真的觉得大家应该深深的反省下了,像袁龙平和一些为咱们做了多大的贡献的人呢? 真的是一个笑评不笑枪的时代,也是一个病态的时代啊。